学了这么多年,最后要给自己的交代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到了 今年终于轮到千禧步步正式走上高考的舞台 面对着人生第一个大考 新一代固然有新一代的思想 高考以往一直被视为是人生转裂点 高考可以改变命运 但对部分00后来讲 就未必再是一考定中生 相对于以前来说 我们上大学的机会变得更大 它并不会决定你的人生 不高考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可以的出路 考不好我觉得对我应该不会有那么大胆 虽然说高考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高考其实也并不是我们说的唯一的出路 近日新浪教育发起00后的高考谁做主的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除了超过半数受访的00后考生 不同意高考改变命运这个讲法之外 更加显示他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 会优先考虑兴趣而不是浅途 我的梦想大学是南省 江苏景观提升 南京大学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切西宝宝这个话题在18年前 大家随着新世界到来 对这样一批宝宝的定义 就带上了他的一些色彩 他就比较有过性又特别 高考对他们来讲不再是背水一战 而是为自己的兴趣而奋斗 比起80后或者是90后 00后的目标就更加明确 王朝聘宝 无愧资亡 加油 加油 00后出生在互联网极速发展的新时代 所以在选择专业方面 都出现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局面 根据教育部资料显示 生物工程、生物技术 这些传统业本专业就要出局了 大数据、网络安全、人工智能 就成为今年最受欢迎的科目 而最初被批为换物丧志的电竞 也都正式成为大学专业之一 韩国